這個花樣 你這個花樣 你已經露出豬道無藍的 這個大道的痕跡出來了 雖然是在扁它 但是也在包它 所以也在提醒我們 注意看喔 你們不要以為有事罵它 其實它是已經有露出殘疾了 而且這個殘疾是有殘疾的 這種有沒有聽懂 殘疾第一個是疾會的疾 第二個疾是中疾的疾 所以它就這個殘疾裡面已經露出殘疾 就用魚形水軸鳥飛肉毛來收明 來收明 來收明 所以這個人編劇創劇的人 你看他是不是有優秀立場 知道以後有人批他 但是有人批他馬上他又能夠助演其說 這個才厲害 是不是 所以一句一句 他就會有人批 我下一句就來補救 這個劇情才好玩 看你們怎麼想都可以的 這個才厲害 所以接著他就知道講這一句話 有人會把他點出來批 結果他就再來一個 你批啊批啊 批個什麼 我再現個靈給你看 是不是 老生不再明白你了 那這個不再明白你 昨天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就不再說了 現在我們通通都以為 我自己很明白 我自己很清楚 那就完了 這個都是建築 所以我們的修行 現在來打禪區 一定要把你自以為明白的 打到你完全不知道不明白 然後如果再把不知道不明白打破 你才會進入動然明白 你的動然明白自然 你就會停留在這個不再明白裡 隨著這個不再明白裡 等一下會跟他的 我也不知是同樣道理 好啦就像什麼呢 像朱西的官司有感 官司有感 半某荒唐一見開 天光雲雲共徘徊 請問水池裡面的 顯現出來天光雲雲在那邊流動徘徊 他需要有一個明白嗎 所以當你的心處到像那個魚塘的水 把整個世界都引納進來 那這個時候呢 心就是在那個不再明白裡 但是不再明白不是不明白 這樣有沒有聽懂 不是不明白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個儲藏的水 他處在不知 他並不是耳媚的不知道的不知 而是他的不知 不明白不再明白裡 不再明白裡 卻能夠全然的明白 而不會有認同的這個分別 不知 不知 不是我們的不知道的不知 他是不知 能夠全然的知 他的不知 能夠無所不知 這種聽懂嗎 就像一面鏡子 你以為他照出來他不知 但是他是無所不知 是不是 他不在這個明牌裡 他卻在無所不明白 全部都明白 全然的明牌 所以他這一個呢 是根底下會有呼應的 會有呼應的 好來再看 那老生不在明牌裡 哇 那 緣無扣勤 就更明顯 剛才你只不過你的殘跡 露出一個痕跡而已 那現在你根本就是 像小偷結仙全部都顯出來了嘛 被人家看到你在 你的行動了嘛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更露骨了 老生不再明白裡 他已經把我們的心性 把我們的住性 把我們的內盤心 把他更明白地形容出來 到這裡你假定還聽不懂 還不會齁 那你只好回去吃自己 你吃自己啦 這樣有沒有聽懂 在台灣就說 有個人問到這個都不行 跟他講好多次他還不懂 所以就把他的工作辭掉 讓他回家辭自己 沒多錢賺啦 這樣聽懂嗎 所以他這個很好玩 哇你這個結仙引入 你這個是 這個小偷你來偷東西 我已經看到你了 看你往哪裡跑 追啊打 好當你喊追喊打 你就跑到那個不再明白裡面了 就回到那個住道污染的地方了 你追打進去 是不是 所以他就是告訴我 這個是靈燈啊 這個是大路啊 這個是回到我們的大道的一條 回到我們的住道的大道啊 跟上去就對 是不是 跟上去 所以這個禅宗祖師很厲害 好看他往哪裡跑 抓住他 小偷抓住他 他會不會回頭來反擊 會 你要抓他回頭一搭 你的兩個眼睛變熊毛 就像這一位比丘 第一個去維納如祭師跟他講 你晚上要餐 結果他今天晚上躺下來 還是繼續餐 用功的餐 慘啊 這麼一餐呢 你就開始碰觸無病 這麼一餐呢 他連續三天沒睡覺 但是我們的全六四呢 他是顯而不衡 他會有疲憊的時候 所以當他一疲憊呢 第六四到了晚上 你一定眼睛閉著 在用功 都會慢慢不聽聲音 前五間產生五四 幾乎你的第六四都暫時不切起認識作用 而且你的第六四也疲憊到不行 還要餐 所以你的第六四對前五四的認識作用 就慢慢降低 那當你疲憊你降低的時候 結果第六四還在呢 正好亂歷獨頭一四呢 在那邊演戲呢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亂歷獨頭一四所出來的東西呢 一定是妖魔鬼怪的 所以他就開始被那些干擾 就開始有恐懼 不過還好他繼續用功 結果他繼續用功的時候 突然間正在移呢 移著的時候呢 也有恐懼也有移 突然間整個移就好像 脹起來 這個移情突然脹起來 結果就像氣球一吹脹起來的時候呢 結果呢 嘴巴就離開這個氣球的口 所以整個氣呢就咻就消掉了 他就敞到了整個身心全部都不見 空空蕩蕩 很久很久 後來他說不行呢 怎麼話頭也提不起來 移情沒有再起來用功完了 這個時候就是要保認 你要讓他繼續維持在這個 步在明牌裡越久越好 我也不知裡面越好 越久越好 所以你看 功夫就是這樣做上來的 那假定那個臟呢 他也要加緊 不要脫口 不要讓他卸出來 直接讓這個氣呢 臟就更大 那歐爆破呢 哇那這個就更不得了啦 就更好啦 是不是 所以這個特色在 做功夫了 做功夫了 啊看你往哪裡走 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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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不再明白理 然後還要叫人家複習 這個不明白理的 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不是很容易讓人家 產生有一個 能知道要複習的心 還有一個可以複習的物 是不是又能有所 但是錯了 其實 他顯現的就是 不再明白理 你 你 只有讓這個狀態 繼續維持 完全不生起一個 能複習 跟複習的 這一個 能複的忽然對立 他是超越這個 就肅然的存在 肅然的存在 但是呢 以一般沒修行的人 一定會用心意識來想 認為他這兩個 是不是矛盾 所以呢 人物扣勤就要 舉出來 哎呀 抓住到了 抓住到你的敗筆 你已經完蛋了 完蛋了 完蛋了 被我抓到 福利委把你 你有問題 但是他卻說 誰人是敗呢 他卻說 有一個半個 那有一個半個是什麼 就是沒有半個的意思 那沒有半個 當然就沒有一個嘛 是不是 那就表示這樣 雖然在扁他說 哇 你敗得很慘 沒有人像你那麼差 沒有半個 可以像你 輸得這麼慘 其實是在震撼他 震撼說 沒有半個人 可以像你這樣 有辦法 在這個矛盾當中 還活得這麼好 是不是 這個是幾乎是 沒有半個 可以跟你比 那你 是不是天上天下 唯有獨尊 是不是這樣的 所以台灣話 就常常會講 沒半個 沒半個 有人跟你比 就是沒有半個 可以跟你比 那半個都沒有比 哪裡有一個 人一個更不能比 就表示你很厲害 所以他這個 觸底的扁 也是 極高的 褒獎 這樣懂嗎 看起來好像矛盾 其實 這個是不矛盾 因為當你超越能鎖的時候 哪裡有什麼矛盾可鎖 是不是 所以他就問我說 你這個 我問我說 也有一個半個 你沒有講清楚 所以後來想一想 用台灣話 連那個 這個理語來解釋是非常好 沒有半個一個人 沒有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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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半個人 能夠比的 沒有半個人可以跟你比 你輸得這麼慘 那就表示他厲害的不多了 所以你看禪宗祖師出口都是在用核定 用核定 好啦 那再下一段 好 這個時候聖眾出來問 既不再明白你 複習個什麼 正好他是不是 故意呢 你這樣子會讓人家懷疑 也有能有所呢 是不是 有能有所呢 所以他這麼一問 怎麼一問呢 這邊 圓弧寇前馬上就 哇正好 有人符合我的意識 有人符合我的意識 真好給他 扎一下 把他扎到他 讓這個趙作老頭呢 無路口走 也好以一扎 那就說 還好 當此就有人 給你暢緩掉啦 扎你啦 不必等到我現在才來扎你 意思就是這樣 等著看好戲 不錯喔 還有當時馬上就有人來逼你 逼到你無路口走 把你逼到你的心中已經無路口走 無路口走 讓你守住善惡 讓你有口攔開 就好像終於一殺你一定完蛋了吧 你沒辦法再講出一句話來了吧 但是呢 趙周很厲害 早就知道 這一個人會這麼問 以後有人也會 會在那邊看好戲 等著要看好戲